全新场地 水擂台 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吧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八 一起 五 有请王嘉尔队长 《往这里看》战队 超级 让我们有请王一博队长 一波王炸 BOOM 战队 一波王炸 让我们有请张艺兴队长 核心武器战队 让我们有请中汉梁队长 娃娃酷宝战队 好 这就是我们的全国四十强 欢迎大家 好的 今天我们就在十五台进行比拼了 首先向诸位宣读一下本场的赛制 本轮四个战队两两进行对抗 每一组队员根据音乐 需完成大棋舞和小棋舞 队长可以选择其中一轮参加 我以为会是两个都可以参与的 那其实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的作品 是不是让我们满意的 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把我整个舞蹈的更全面的一个发展 是一个好机会 我自己会觉得 每轮对战结束后 有五十一位媒体评审 三十位来自中国舞蹈家协会 街舞委员会的评审 和二十位大众评审进行投票 我是中国舞蹈家协会 街舞委员会副主任 湖北联盟的盟主玉斌 我是街舞垂直媒体 胡尹涛涛 大家好 天津街舞联盟 我叫齐一顺 跳跳舞蹈的 跳书布拉迪杨成 作为这种评委来说 我们希望我们理解的 更深层的这种街舞的一种 然后带着观众们 去更多了解 街舞的立体的一面 虽然队长们都特别的厉害 但是我在综合考虑的时候 会以我们的舞者 就是他们的个人 以及他们的整体 为我的第一考虑 两轮结束后 积两分的队伍全员安全 没少一分 队长选择两人淘汰 太残酷 因为毕竟一分就要淘汰 两个队员 所以我们也是扛着很大的压力 一输了就淘汰两个人 队员和队长之间的感情 我觉得也很深厚 淘汰谁肯定他都不愿意 我们尽量地把两个说法 都完成得好一些 两个人都赢了 那么我们可能就不用淘汰人 不希望自己的战队里 有任何一个人再离开 根据之前的抽签安排 王嘉尔队长的王这里看 对战张艺兴队长的核心武器战队 王一博队长的一波王炸BOOM战队 对战钟汉良队长的娃娃酷宝战队 两组对决 哪组先开始呢 我们转瓶子决定 来 加尔队长 先出战的是 王一博的一波王炸BOOM战队 对战钟王连老师的娃娃酷宝战队 现在请四个战队到台下备战 赛状 加油 好 我们队一下吧 7 2 7 5 2 3 4 5 6 7 8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5 6 7 8 我们能看到的 比如说专门的登场 能看到对方的眼神 现在要看对方 知道要有冲击一点 就还是要像比赛的元素 还是要游 会觉得真正的是在battle 就是不是只是在跳起舞 就走个位置 我都要看对面 只两下再走过去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气场 已经非常地足够 我觉得他蛮酷 我是觉得他对面 全是B-boy 可能是B-boy上 B-boy上 B-boy 对面全是B-boy B-boy上吗 对 如果是B-boy的话 就你们俩都凑了 不要太抓 好吗 收着点 肯定炸你们 接下来就是要紧张地 跟所有队员 振奋四气 然后互相鼓励 希望可以在 第一个battle的第一个出场 然后可以展示得好一些 好 我们首先 要对战的队伍 已经站到了舞台上 他们是 一波王家BOOM 对战 哇哇酷宝 一波王家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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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们将进行第一轮的routine battle 正式对战之前 两位队长有什么对战宣言呢 麦克风降下来 嗯 嗯 哦 宣言 谁先说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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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固定了 让你说 喂 喂 喂 地球滑的 大家都小心点 然后 加油 好可爱 加油 好可爱 左卫梁队长 那个 大家对我 以往的印象都比较 温柔如水一些 今天呢我想让大家看到 什么叫做放手一棒 加油 马河 不是吧 放手一搏 跳了一下对面 放手一搏 厉害 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种感受 这种是太好的 当一个吃瓜群众看两面 battle 的时候特别开心 啊 哇 呜呜 呜呜 呜呜